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当地时间周日上午参观了二次世界大战波斯坦公告的签署原址 并且在现场发表讲话 代表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做任何破坏战后国际新秩序的言行 当地时间周日上午中国总理行驱车来到德国波斯坦的窃奇林宫参观二战之后 美苏英三大战胜国巨头开会签约的原址建筑 近70年前的1945年7月8月份 正是在这里三大战胜国签署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举世文明的波斯坦公告 每件文物每张照片都见证了当年叱咤历史风云的伟人痕迹和时代云烟 李克强还特别提到了波斯坦公告对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尽早结束太平洋战场的重大意义 正是在这里向日本法西斯 发出了最后通牒 几十天后 日本宣布 接受波斯坦公告的条件 无条件的投降 这不仅是中国人民 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作为一个中国人 也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 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 波斯坦公告 第八条 重生了 开罗宣言 确定的原则 那就是日本必须归还他们所窃取的中国东北台湾岛屿 任何否定或者是企图美化那段法西斯侵略历史的言行 都是不能被正义的力量 被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 世界人民所接受的 重温历史 牢记战争惨动教训 不许迫害国际战后新秩序 不准染指别国的领土与完整 这也许都应该是中国总理参观波斯坦公告原址 所希望表达的立场和态度 方卫视 言明 金亮 德国 柏林报道 柏林报道